土豪一家又发起挑战 在规定时间内用单词拼出物品的名称 拼出什么买什么 挑战开始 老妈先来 她必须在一分钟内拼出Beats耳机 即时开始 土豪老妈看着这一排单词都有些眼花 眼看着时间快到了 终于在几秒钟找到了并且画了出来 获得了Beats耳机 老妈满脸高兴地拆开包装 试戴了起来 老爸开始挑战 这次他需要在一分钟内找到iPhone并且标出来 挑战成功就能获得一部iPhone手机 即时开始 老爸开始紧张地找单词 但是不要忘了老爸的拼写有很大的问题 他这次能拼出来吗 结果很明显 他再一次拼错了 接下来小胖蹲开始挑战 在一分钟内找到乐高的单词 就能得到他 开始计时 小胖蹲还在谈论自己能不能拼出来 土豪提醒他时间快到了 小胖蹲找到了单词 但他的笔掉了 手忙脚乱地捡起来拼出了单词 获得了玩具 土豪开始挑战 在一分钟内找到相机这个单词 就能获得一台全新的佳能相机 土豪很兴奋 但是他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终于在最后几秒内化了出来 土豪拿到相机很兴奋 打开相机卖萌地拍起了照片 第二轮挑战 大家在45秒内找到一家商店 找到之后可以买商店内的任意东西 老妈震惊地看着土豪 45秒 简直不可思议 老妈这次需要找到电子商店 老妈紧张地大叫 最后也拼了出来 他来到一家电子商店 开始精心挑选起来 最后选了一个很大的音响 老爸开始挑战 这次要拼出来Gucci的单词 老爸开始寻找 真是为他捏一把汗 很显然 老爸拼不出来 却埋怨土豪让他分心 最后 老爸成功地又一次拼写错误 轮到小胖墩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甚至还想提高难度 这次他要拼出苹果一词 即时开始 小胖墩找了半天 但是并没有找到 最终挑战失败 土豪开始他的第二轮挑战 拼出玩具店的单词 土豪有些紧张 因为他并没有找到这个词 但比较幸运的是 他在最后一秒找到了单词 土豪和老妈来到玩具店 土豪支走了老妈 自己去抱了一只独角兽玩偶 玩了起来 最终老妈给土豪 买了一只独角兽玩偶 第三轮挑战 在30秒内拼出单词 找到什么奖励什么 这一轮老妈超水准发挥 赢得了一件T恤和一顶帽子 以及一条裤子 老妈穿上衣服觉得有些大 问土豪为什么总是 给他买最大马的衣服 老爸开始最后一轮 披萨 豆子 热狗等单词 找到什么奖励什么 可怜的老爸这次又失误了 还是什么奖品都没有获得 小胖蹲开始挑战 因为之前输了比赛 这次特别准备了一番 这次他要拼出switch 足球等单词 这次小胖蹲很顺利 刚过去几秒就找到了两个单词 获得了一台游戏机 小胖蹲满脸高兴地打开盒子 却突然说盒子里没有游戏机 并且扔掉了盒子 原来小胖蹲偷地 已经把游戏机拿了出来 摩根开始第三轮挑战 他这次找iPad Car等单词 土豪很是兴奋地开始寻找起来 但只找到了纸尿裤的单词 结果被老妈无情地嘲笑起来 气得土豪一把打掉了单词本 土豪来到卫生间 老妈有些担心他 却看到土豪正在穿纸尿裤 老妈一脸惊讶地看着他 最后一轮比赛 这一轮会有最大的奖品 在单词本里只有一件物品 就是PS5游戏机 最先找到人将会获得这件奖品 四人一脸紧张地寻找着单词 突然老爸偷偷握拳高兴地不行 拿出笔上前画了出来 终于拼对一个的老爸高兴地大叫 不敢相信自己能找到 到现在 老爸终于获得了一个奖品 关注我 下期待大家看更精彩内容